哎呀 哪来的小剑床啊 长没长眼睛啊 有爹生没娘教的东西 你摔死了无所谓 把我衣服那么脏了 你配得起吗你啊 呦 是不是江大废物 和修家的婊子吗 看来我说的真没错啊 真是个有爹生没娘教的剑手 明明是你先装人的 你怎么还强词夺理啊 小夕你没事吧 我没事都是我的错 小夕这不是你的错 也不需要向这个贱人道歉 贱人叫谁贱人呢 狗一样东西 你敢在这乱教 江大废物 几天没剪 你都忘记自己姓什么了吧 吴家不是已经完蛋了吗 怎么 没给你的肩膚滚出江南城 哟 这话说的 吴家是被龙王殿失财了 可我又没有 哎 开票 给亏吴家被龙王殿失财了 不然啊 我又怎么会认识谢少 得到谢少的垂青呢 别别啊 怎么回事啊 谢少你可算来了 哼 那个就是江大废物 旁边的那个就是周夏的剑人 下面的那个小剑手 刚才把人家创倒了 他们不道歉也就算了 是狗一样的江家废物 居然还想对人家动手 好害怕呀 先生 小票 别怕 有我在呢 这个废物要敢动手的话 我他妈废了他 原来是周家远近闻名的贱货 和这个野男人 还有这个金种 我呸 这一大早遇见见货这一家 我他妈真会起 我告诉你 嘴巴放干净一点 就你这个废物 竟敢在我面前还敢这么硬气 逼你脸了 你怕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 信不信我马上叫人 把你们废物一家的腿都打断 把你们丢到街上去 别不撒胖娘照照自己啊 你这废物 你可以这么和谢少说话 一群不张眼的东西 就该挖掉东西眼睛 去喂狗 再打断就行见货的腿 让他们一辈子 只能在大街上乞讨 哎江凡 算了 他们谢家 可是江南城第二大家族 我们招惹不起的 爸爸小西 不想在游乐场玩了 我们走吧 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没有一点教育 跪下 向飘飘道歉 然后滚出游乐场 小心 别怕了 有爸爸在 爸爸会保护小西和妈妈呢 哈哈 一个废物 还说要什么保护 可真是笑死我了 你配吗 妈妈 我不想在这里看到他们 小天乖啊 妈妈马上把他们赶出去 这游乐场的负责人 也不知道干什么吃的啊 这一群连狗的不如的废物 都带进来了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游乐场又不是你们开的 凭什么我们不能来玩啊 虽然游乐场不是我谢家开的 但是我谢少的名头 还是管用的 谢少你们什么吩咐 你们是怎么搞的 没有张贴告示吗 怎么把几只狗放进来了 谢少我们游乐场门口是有张贴告示的 不准带宠物入泪 那这几只狗是怎么回事啊 这几只狗冲撞了我 你说该怎么办 我明白了谢少 你们几个不长眼的东西 连谢少都敢冲撞 现在立刻向谢少道歉 然后滚出游乐场 本游乐场不欢迎你们 爸爸他们好凶啊 小心别怕 有爸爸在 该滚的是他们 不是我们 哎呀 还搁这装呢 这牛不得推到天上去了 这怎么 你还能让我们滚不成啊 这狗东西啊 就是废物一个 吹牛的本事倒是挺厉害 嘴硬的狠啊 就是不知道你的骨头有没有这么硬 会不会被打断 很好 希望待会儿 你们依然这么嚣张 刚刚我说的话听不到吗 打什么电话 立刻向谢少和你女士道歉 别急 让他打 一个虚张声势的废物而已 我看你能联系上谁 这张大废物啊 装模作样倒是有一套啊 还打电话呢 笑死我了 这游乐场啊 可是江南第一家族许家的业务 这废物 会以为自己能联系上许家吧 我这次来 可不只是带你和小天来玩 我还代表谢家 来收购这座游乐场 就算他能联系上许家 那许家也得卖我面子不是 谢社说的对 你是我许家的贵客 这家伙连给你提鞋都不配 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朱雀 我在红天游乐场遇到了麻烦 红天游乐场 那游乐场是许家的家业 许家正是我们龙王殿扶植起来的家族之一 我马上联系许家 为龙主解决问题 电话打完了 对了 让我猜一猜 你是不是要说你自己已经联系上了许家 要自知之明就好 你这废物是真能吹啊 许家可是江南城第一家族 是你这狗东西 说联系就能联系得上的 还请谢少和你女士息怒 把这些垃圾放进来 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我就就把这几个不眨眼的东西收拾一顿 给两位出出气 你好大的胆子 只怕你家主子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算得跟从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让你道歉赶紧滚蛋 江南城你别推牛了 我们赶紧道个歉走吧 不管是谢家还是许家 都是我们招惹不起的 雨晴 该滚的是他们 雨晴 该滚的是他们 等等 君女你怎么来了 我接到了虾系 特地来迎接贵宾 贵宾 是狗都不如的东西 什么时候成贵宾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想不到你小子还能联系上许家 我说过 今天该滚的是你吗 胡说什么呢 我是专门来和谢少 谈我们游乐场转让式议的 有你什么事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 原来如此啊 哼 我还以为啊 江大废物 真是许家的做上宾啊 哼 也只有谢少才有这个字 我倒是高看你这个废物了 狗一样的东西 还打电话呢 赶快给爷跪下 给爷爬 究竟怎么回事 之前这几个废物冲撞了谢少 非但不道歉 还让谢少滚出游乐场 还有这事 你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反安 把这几个家伙给我连出去 等等 现在连走他们 未免太便宜了吧 这位小姐说的是 这几个垃圾 得罪了谢少 定然是要严惩 不知道您二位 打算如何惩罚他们 光连走 未免太便宜了 谢少 江大废物嘴巴这么硬 不如先赏他十个嘴巴 再打断他们俩的狗腿 哼 拉着三个剑手 但接上去乞讨 你看怎么样 宝贝说的对 乞讨啊才是他们这三个 见货的最终归宿 经理啊 来找我宝贝说的做 江大废物 你认清自己吧 这辈子都是废物 注定被人踩在脚下 谢少真是宅心人后 来人动手 我看谁敢 赵爷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和谢少谈合作的吗 谈什么谈 你想害我许家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吃了雄心猫子的 你敢得罪他 全部滚 许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是来台合作的 我教训几个废物怎么了 他可是 他之前帮过我家老爷子 是我许家的恩人 这个身份够不够 我还以为江大废物 又是你屋层身份呢 原来是走了狗屎 抱上了许家的大腿 他举家的走狗啊 别以为你抱上许家的大腿又能怎么样 废物就是废物 许少 你确定要拦着我 他们怕你谢家 我许家可不怕 这位先生 可是我家恩人 今天游乐场 谢业 单独招待 我恩人一家 不必如此隆重 将他们几个人赶出去就行了 放肆 我今天是来他合作的 还没听清楚吗 请几位立即离开 红天游乐场 不欢迎各位 至于合作的事情 我看你就此做吧 学长 你难道连我谢家的面子都不给了吗 哼 弟子 你在外面坐了 许家突然宣布 要接触于我谢家的所有 你知道这会给家子带来多大的 赶紧给我回来 飘飘 我们走 江大废物 许家能保你一次 该保不了一辈子 搞得对我谢家 你可别后悔 小天 你们走 某个废物啊 你不是给许家当狗 狗家人士罢了 这个游乐园 我以后不来了啊 被狗玩过了 脏 放 你竟然还敢侮辱我家恩人 真让我许家不敢动手啊 别说了别说了 走 走 走 之前早在不都还请恩人见谅 希望您有你的家人 在红天游乐场玩得开心 有什么需要的随时联系我 这么多年 你们母女委屈了 今天就好好地放松一下吧 想不到你这次竟然没有吹牛 爸爸真慢慢帮我来去玩 哈哈 好 我 我 我 來看那看鏡頭想變 你好了嗎 來 321 耶